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煮淮山粥 这里我准备了一条淮山 去皮后切成粒 我这个大粒都会融在粥里 如果你不想融在粥里 就切大粒些 通常我们煮粥都会用新鲜淮山 它有补阴山津健脾养胃 促进新层对写的功效 它含有的抗性淀粉 亦都可以缓和血糖的飙升 这里我给了300克的排骨 用一些腌料把它腌一晚 或者腌两个小时 陈皮四分之一个 浸软之后把里面一袋刮走 一抹买洗干净 将腌好的排骨 淮山陈皮 放晒下去 放适量的水 把它煮成粥 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煮完之后 放少许葱花 下盐调味就可以了 这个大人晒路都很适合吃的保健粥 大家试试吧 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 下次见吧 拜拜